嗨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鼠立氣象趴趴夠 帶大家來到我們苗栗 這台灣客家文化館 這裡桐花盛開了 今天剛好又是二十世紀 節氣的古語 可是我發現這裡 其實跟一般 客家的建築物不太一樣 又現代 而且又有設計感 我們趕快請到我們客委會的 男神周副主委 趕快告訴我家裡哪裡啊 是 這個台灣客家文化館 坐落在我們苗栗縣的銅鑼鄉 銅鑼 那剛剛鼠立主播特別提到 這個傳統跟傳統的建築 似乎不太一樣 對 那事實上其實我們在 這個館舍興建設計的過程之中 也納入了客家人 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 這樣子的心情 還有我們傳統的文化 讓這一個建築的形式 看起來就像是 我們傳統客廠裡頭 農村裡面層層疊疊的梯田 那將這樣子的 希望能夠符合 黃永成都綠建築的形式 也保存原來我們的植物的植栽 這樣子讓我們的 跟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能夠更為和平 更緊密 所以這鐵一接一接的 就象徵著梯田 然後梯田望過去 你看 你就看到遠遠的地方 整排銅花耶 副主委 你就要趕快 來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現在銅花最前線 全台灣最新的 這個銅花情報 我們邀請所有全國的觀眾朋友 把握這兩週的機會 根據我們的這個 花礦的平台的預測 從南部的嘉義 一直到我們今天所在的 苗栗新竹 事實上在這個禮拜 都已經進入到 銅花盛開的情況 已經滿開了 已經滿開了 但可能要把握這個週末 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間 其實趕快來規劃自己的 銅花小旅行 對 那北部的朋友 包含在我們新北 桃園 其實台北市也有一些 銅花的景點 那他們目前的狀況其實是 已經在開花 但是還沒有進入到 盛開的情況 那個時間大概 可能會在下一個 下一週 再有兩週的 這樣的情況 一直到四月底前 我想銅花在全台灣 尤其在北部地方 都會是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來追 現在是四月雪了 沒錯 而且除了西半部地區之外 東部也有銅花 現在我們在看到 東部的 幸福台九線上面 包含我們台東跟花蓮的 這兩個區域的銅花 現在其實也已經正在開花了 但也在下一週 會進入到整個銅花盛開的情況 邀請所有的朋友 都能夠進入到我們的這個 各個客庄 來看我們的銅花 好喔 那麼要看這個銅花 天氣好不好就很重要了 從衛星雲圖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的大暴雨 現在封面遠離了 所以降雨都趨緩了 東半部現在吹東風迎封面 所以當然今天 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雨的 那麼北部 今天大概就只剩下零星雨 不下雨的時候 偶爾陽光還會露臉 當然中南部地區 一樣是陽光燦爛 因此就降雨來說 今天大概就變得比較局部 比較零星了 明後兩天 週休假期 絕對是個賞童花的好機會 因為各地晴朗 穩定 炎熱 甚至北部的高溫上看三十三度 中南部都有三十三到三十五度 局部地區還有三十六 三十七度的高溫 所以到客庄賞童花 我相信是既清涼又消暑的好選擇 因此最後追隨著淑莉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來到全台灣 一起賞童去 再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了 你來我來我嗎 你來我來我